朋友,幸福是人的天生性质 毕竟,为什么一个小孩子经常开心? 为什么我们说童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因为我们生来快乐 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开始破坏我们的杂质 逐渐的杂质水平的增加,让幸福的自然状态在悲伤的状态中开始变化 但是,世界上每个人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有很多人可以保持自然的快乐状态,保持生命的快乐 那么这样的人总是开心吗? 不像别人一样,他们的生活的悲伤继续被人们所知道 但一般来说,这样的人不关心无价值 而且经常笑起来,幸福快乐 所以问题出现在这些人可以过得愉快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呢? 即使在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下,他们有什么习惯让他们幸福呢? 今天,通过这篇文章,我将和你分享七个幸福的人的习惯 这可能会帮助你快乐 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七种习惯 习惯一 寻找好的生活好不是邪恶的 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 早日消除这种消极情绪 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倾向是消极偏见 大多数人匆匆看到别人的不足 不注意善良,但幸福的人 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找到好处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好的 很容易看到任何人的美好 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人好 并且知道你的大脑会算你很多这样的经验和事情 你可以做好将出现 还有一件事 你不想只在人中找到好处 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 你必须是积极地看看它有什么好处 例如,如果您在任何工作面试中没有被选中 那么您应该认为八归万可能会为您保持良好的工作 您会迟到 您可以问一个有经验的人 他也会告诉 习惯二 那些幸福的人 对不起 要求宽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可以被知道和别人伤害 但是那些幸福的人 不要心碎 他们知道如何原谅 不仅是自己 也是自己 相比之下 如果这样的人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他们甚至不会后悔要求宽恕 他们知道突然的自我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复杂 所以他们从不吝啬地说抱歉 每当我犯错误时 我都不会试图证明这一点 接受它并要求宽恕 宽恕和道歉使你的思想轻松 保护你免受不必要的混乱和不安的想法 结果你很开心 习惯三 快乐的人 围绕你开发强大的支持系统 这个支持系统是两个支柱 称为家庭和朋友 F&F F&F有巨大的贡献 在生活中幸福 即使你拥有世界各地的财富 成名 但如果你没有F&F 那么你将无法长久的幸福 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 似乎你也有很好的朋友和一个很有爱心的家庭 但是要认真思考一下 你有几个朋友 没有任何犹豫 晚上下午三点 或者你能得到经济帮助吗 家人和朋友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关系 你必须寻找你的兴趣 另外一个是要关心的 而且他们必须是真正的 尽可能地改善你的关系 向生日祝贺 真诚赞美 回笑 温暖你的手和拥抱你的关系的小事情 变得更加激化 当你这样做时 你会得到相同的回报 让你的生活快乐 习惯四 那些幸福的人 做他们的工作 或者想法他们做什么 如果你努力工作 你的思想一定会增加你的幸福伤 但大多数人并不是那么幸运 他们必须从事不符合他们兴趣的工作或生意 但那些幸福的人要保持自己的工作 即使他们继续努力寻找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人们多次听到人们在公司工作的邪恶 听说他们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无用的工作 这样做会使你的生活更加困难 那些幸福的人不要做恶意的工作 他们专注于积极的方面享受他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说 如果我们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那么他们将是同样的人 他们的心灵如此 所以如果你正在享受你在做什么 那么从史蒂夫乔布斯学到的东西是件好事 还要记住这样的事情 你的工作将是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满意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你真正认为 是一项重大工作的唯一途径 你喜欢做什么的方式 习惯五 那些快乐的人 不要相信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人想到 据科学家说 我们的大脑每天产生六万个想法 而在一个普通人的情况下 大多数这些想法是消极的 如果你每天喂食大量的消极想法 那么很难幸福 因此那些幸福的人 不要让大脑中的坏想法长时间繁荣起来 他们知道有利于怀疑 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他们是好的 他们是好的 坏的想法 通过这样做 人们放松 其实根据我们的想法 大脑中有化学释放 使我们的心情快乐或不快乐 当你接受消极的想法为真时 你的血压开始增加 你变得紧张 另一方面 当你对他有疑问时 你不自觉地给信号保持放松 习惯六快乐的人 看到他们的生活或工作 与一个伟大的目的相关联 一旦一位老太太从某个地方来了 那么她看到三名劳工进了大楼 她第一次问工人 你在做什么 我看不到我在做砖头 她回答 然后她去了另一个劳动者 问同样的问题 你在做什么 我在努力养活我的家人 答案来了 然后她去了第三个劳工 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在做什么 这个人热烈地回应 我正在做这座城市 是最盛大的寺庙 你可以猜测这三个中 哪一个会最开心的 朋友 像这个劳动者一样 快乐的人 把他们的工作 加入到一个伟大的目的 这样做真的让他们开心 习惯七 快乐的人认为 自己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负责 快乐的人知道承担责任 如果他们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那么他们不会怪他人 而是认为自己对此负责 例如 如果他们迟到了办公室 那么交通堵塞就不麻烦了 但他们认为出门是假的 让你成功的成功对别人有好处 但要考虑自己对你的失败负责 当你责怪别人发生的坏事情时 你内心生气 但当你认为自己负责时 你有点失望 然后尝试纠正事情 我自己认为自己对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好事和坏事负责 通过这样做 我的能量开始改善自己 而不是在别人身上发现错误 最终增加我的幸福 朋友 你可能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跟随了这些东西 但如果任何习惯会改善自己 那么肯定会增加你的幸福 就个人而言 我必须改善习惯二的部分宽恕部分 所以让我们都增加我们的幸福商量 并尝试过幸福的生活